上一期 东东接到新任务 寻找米娅的好朋友 大骨头 东东来到小白狮子的地盘 抢夺大骨头 但最后发现那不是米娅的好朋友 再次踏上寻找之旅 东东还会有哪些奇遇呢 大骨头在哪里 咦 东东好像看到了什么 原来远处停着一辆印着大骨头的投石车 那一定是大骨头 没人 机会来了 看我敏捷的伸手 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 东东悄悄溜进了投石车 然而 这么多食物 我要怎么找大骨头 优秀的探员绝不认输 不好 车门被关上了 门怎么关了 投石车缓缓地开动了 可是东东却还在车上呢 万物出去 快放我出去 找大骨头 我要去找大骨头 东东努力地尝试开门 却换来了一次又一次失败 这可能坏了 东东 怎么撞不开啊 累死宝宝了 起来帮帮我 与此同时 投石车已经抵达了第一个目的地 骆驼区域 机会来了 球开门 投石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医院世界里 丝毫没有发现东东的求救 救救我 原司机把门打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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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办法了 你能用脚帮我把门打开吗 我还没找到大骨头呢 壮士 我需要你的帮助 用力啊 别走啊 离开了狮子区 东东又跟着投石车 来到了棕熊区 小熊们 快来帮帮咚咚咚吧 熊大 我需要你的帮助 棕熊答应了帮东东的忙 可是 牢固的铁窗让棕熊也无能为力啊 你是认真的吗 七二零三的失败 烂东东有些急躁了 该怎么做才能出来呢 原来是一群梅花鹿 摆在了投石车的前方 你们是来救我的吗 帮帮帮帮我吧 帮帮我吧 东东终于被救了出来 真是太棒了 赶紧去帮米亚 寻找大骨头吧 谢谢你们了 我要去找大骨头 下次再玩吧 大骨头会在这附近吗 突然 一根挂在屋檐上的大骨头 吸引了东东的注意 是我要的大骨头 东东快速地向大骨头跑去 这一次 东东能顺利拿回大骨头吗 乖乖给我下来 可是 要把大骨头拿下来 对东东来说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 你再不下来 我就不客气咯 咦 东东好像想到了办法 终于把大骨头从屋檐上拽了下来 只是 东东 你确定这是米亚要找的大骨头吗 小米亚看到一定会很开心 我把大骨头带回来了 我把大骨头带回来了 你快看 东东 我错了 我是这个大骨头 东东 你带回来的这个不是米亚要找的大骨头了 大骨头到底是什么呢 东东 这个才是大骨头 米亚的好玩笑 记住了吗 原来 大骨头是一只金丝猴啊 东东 下次可要记住了 东东 你去哪儿了 我去找大骨头了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大骨头竟然是一只猴子 可怜东东折腾了一圈 带回来的竟然是个假的大骨头 虽然没能完成任务 但东东的坚持值得我们学习 今天是小米亚的生日 东东要帮助饲养员 一起给小米亚准备庆生 东东 加油哦 这次要给小米亚准备一个不一样的生日哦 我来了 米亚的生日怎么能少了我 有个米亚布着个漂亮的派对 东东帮饲养员拿来了装饰气球 东东 干得不错哦 我去远处看看效果 完美 完美 这时 饲养员发现装饰气球的字母少了一个 找东西物最专业了 东东立刻找到 并拿给了饲养员 东东真棒 东东真棒 黄本东东 等我一下 马上回来 快看我拿来了什么好东西 看着饲养员布置的房间 东东仍然有些不满意 一溜烟拿回了小彩灯 在饲养员和东东的共同努力上 派对房间终于布置完了 东东 小米亚一定会感受到你的心意的 真是太漂亮了 我也想有个这么好看的派对 希望米亚会喜欢 派对的房间已经布置妥当 只等待小伙伴们欣然赴约